這次非常高興在2023年的7月 灣森樂團舉辦了第一屆的灣森國際音樂大賽 弦樂式重奏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這次也很高興透過這個大賽邀請到 來自全世界五個不同國家的一個評審 國際評審再加上國內的五位頂尖的音樂家來當我們的整個大會的評審 也非常開心吸引到來自全世界11個不同國際的參賽者 那這次的比賽我們最主要希望 台灣的音樂不只是走到國際舞台上 我們也讓國際的音樂家能夠來到台灣跟我們一起演奏台灣音樂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創舉 也可以讓大家去思考台灣的文化如何的國際化 然後透過國際的音樂家 其實台灣的音樂就變成一種國際的平台 我相信這也是台灣文化在這個藝術的價值上 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一個比賽它世界上應該沒有其他比賽像這個樣子吧 台灣的作曲家已經開始有點走向上的Dorzak他們的那個地方風味非常非常強烈 可是他們的整個作曲的格局現在越來越大 所以現在來做這個比賽時期上 我是覺得這個時間上是非常好 只是說要聽這些演出的時候 非常fresh mind 去看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實際上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讓台灣的音樂可以 真的是可以開花 我認為它會有更多人的資訊 我認為它會有更多人的資訊 因為它是一個第一次的 inaugural 它已經有很多參賽者 有很多參賽者 有很多參賽者 但當然,在任何競賽 會有更多人在世界上 正确实说他们应该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 来玩这个美丽的音乐 来参加这些美丽的竞争 我觉得一个好的比赛 当然是一定要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在国际上 其实像这样有一个主题的比赛 其实不多的 我觉得开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跟头 所以一定要继续下去的 给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演出这种音乐 因为我们听到 英文音乐、俄式音乐、 英文音乐 我们从来没有演出这种音乐 现在我们都在这种音乐 我们都在这种音乐 现在我认为 后来这种竞争 我们回到Russia 然后我们将来演出这种音乐 在我们的城堂 一起生开动 我们表现 下赌 我比赛的宗旨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 因為近幾年其實在美國都有很多討論 關於為什麼我們所謂的經典作品 大部分都是西方白人的音樂 所以我自己也開始就是很常在找台灣人的音樂 台灣作曲家的聲音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比賽全部都是台灣作曲家的音樂的時候 我就很興奮很想要嘗試 謝謝 謝謝 Yay!